到炸塔里撞棚区的发放网整 这天多了八位从台湾来的年轻胜利军 把握时间在前往途中准备见面里 这是童年 就和荒芜沙漠绑在一起的孩子 手中难得的玩具 从2002年开始 约旦慈祭至宫每两个月 就导致关怀被读因人 加上逃到约旦的叙利亚难民 寻求援助 志工统一物资发放 约旦天然资源缺乏 本来就粮食不足 志工定期送来爱心百米 健康食品等物资 帮助维持生活所需 无法获得公共医疗资源 难民生活处处受困 阳外救济 志工不离不弃 带一新闻 知识美志工 陈继辉 约旦报道